球拍一丢 躺在红土上 这一刻创造历史 千奖杯在高高举起 乔克维奇在法网夺下生涯 第23座大满贯 正式超越纳达尔 独占史上最多宝座 这场冠军战开场超越围棋 就被挪威对手Rude 连拿三局 第四局急起直追 逼出抢七局面 最后以7比6 6比3 7比5 直落3 世界排名也再度回到第一 回顾过去和费德勒 纳达尔的三巨头时光 这次拿下第三座法网 完成三圈四大满贯 36岁的小帅放眼7月温网 和9月没网 想拿年度全满贯 也表明谈退休还太早 当然旅程还不完 我感觉 如果我赢得赢赢 为什么还想想 再继续了20年纪录 而泛王女双冠军战 谢淑薇搭档中国大陆的 王新瑜 第一盘遭到对手6比1拿下 调整状态 第二盘开始逆转秀 最后一球 谢淑薇往前帅气拦截 奎为一年半复出 谢淑薇和王新瑜 首次搭档就夺冠 这不只是谢淑薇二度拿下法网 也是生涯第五座大满贯 TVBS新闻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